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可把他气坏了 当时网上都是在说他们三个的事情 但张新宇说这个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要再at我了 最近张新宇也和男友领证结婚了 但一直都没有办婚礼 跟丈夫何杰也是在一个节目中相识的 之后一直联系不断 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地下情 两人领证结婚了 如今何杰还是无精的现役军官 但也算是小有名气 经常参加一些综艺节目 而且深受大家的喜欢 何杰长得也非常帅气 他们两口子也非常般配 而且近期也要举办婚礼了 但是张新宇在被问结婚的时候 是否会邀请李晨的时候 他非常肯定地说 没联系 不会通知 这句话说的也非常干脆 而且一点都没有给李晨留面子 其实分开的两个人 就彼此祝福就好了 没有必要成仇人 而且李晨和范冰冰现在也很好 求婚成功住在一起很久了 不过范冰冰在被问婚期的时候 也回答说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吧 确实这个应该是李晨的事情 不过李晨表示 闲下来之后 马上就会办婚礼的 导师微信 GYM196660402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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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杨茜 杨茜